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新闻感批 我是钟普敏 先有古增 然后是大提琴 港铁突然严打 大乐器搭港铁的人士 特别是大围站的首位 就最深严 上个星期有学生背着古增搭地铁 因为古增盒的长度 比港铁行李规定的上限130厘米 多了30厘米 即时被赶来车站 有不少香港市民都斥责港铁执法过 近日网上流传一位自称是浸会大学 音乐系学生Brian 他攜帶大提琴在大围站上车 去到九龙塘站转车时 就被职员截停 说他的大提琴高134厘米 超出规定4厘米 他不止被要求离开 还收到警告信 如果再被捉到 会被检控和罚款2000元 近日甚至连香港管研乐团 首席大提琴手暴力卓 都有向港铁职员查询 但得到的回复是 胆敢攜帶大提琴的乐手 是不被欢迎乘坐港铁 以及会被请离开 很少听到公关的说话用字 这么挖 这么难听 用Dare to No longer welcome 这些字眼很惹人反感 已经有网民在Facebook发起 号召中西乐学生老师乐手 攀带大型乐器搭冬铁活动 今天已经有2700人表示会参与 其实市民这么不满 都是与港铁处理两次事件的手法有关 现在风头火势 很应该就市民反应和社会声音 作出较宽松的执法 尝试淡化事件 但港铁越演越烈 还要发警告信 有机会罚款2000元 执法比之前更加强硬 计上之前 经常有列车延误 扶手电梯又贫生事故 已经不是以前可靠先进的地铁了 公关好应该研究对策 挽回企业形象 而且交通工具 都是为了方便普罗大众 特别是坐港铁、巴士的都是一般市民 你每次都叫人搭的士坐私家车吗 而且政府口口声声 支持香港的艺术发展 但现在市民连第一步 带乐器去上堂 已经又说要拉又说要赶 真是非常讽刺 今天说到这里 拜拜 五十四十点 五十五区 四十三十五区 是各种 一当真心的 二十四十一 吱面